在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位年轻人 他也是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 又讲不出 就到图书馆去借了一本医学手册 他想看看他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当他读完介绍癌症的内容时 他才知道 自己患癌症已经有几个月了 他被吓得在那里不敢动了 呆呆地坐了好几个小时 后来他想知道自己还得了什么病 他就读完了整个一本医学手册 这下他明白了 他除了一个病没有 就是膝盖上没有积水之外 自己浑身都是病 当他去图书馆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能够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 当他走出图书馆的时候 他万念俱灰 被自己心里牢笼监禁 他完全成了一个全身都有病的老头了 他决定去找医生 他一见到医生 他就说 医生啊 我不跟你讲我有什么病 我只跟你说我还没有什么病 医生啊 我的命不长了 我唯一没有的病 就是膝盖骨没有积水症 医生看了他的脸 给他听了他的病情之后 给他诊断 然后坐在桌边 给他写了药方 递给他 他也顾不上看药方 赶紧去买药 刚刚把药方给药剂师 没想到药剂师看了一眼 就退给他说 这是药房 不是食品店 他惊奇地拿处方一看 原来上面写的 每天要少吃多餐 啤酒一瓶 六小时一次 每天要走十英里路程 每天早上一次 他想想好笑 就照着医生的方法 每天到饭店里去买一份菜 一瓶啤酒 每天走十英里路 他一直健康地活在星天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很容易被自己制造的心理牢笼所禁锢 最后真的会生病 有一些人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毛病 时间长了 他真的会成为一种心理疾病 人的许多生理疾病都是由心理造成的 所以一个人良好的心态是身体安康的先决条件 过去我们只说一个人身体健康 我们现在要说一个人必须身心健康 身体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前提 心理健康一个人才能身体健康 台长说不要预期烦恼 很多人把烦恼提早就借在自己的心中 就像贷款一样 你预先把烦恼借在自己的心中 让自己难过 你就拥有了烦恼 你可能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 会难过会担心一辈子 所以学佛人要保持快乐的心情 懂得开心发喜 这就是精神健康的象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